回到台湾 怎么会有人连饮料的封口机都偷呢 高雄市警方从今年4月下旬到6月底 接获了10多家饮料店报案 表示店内的饮料封口机遭到偷窃 而被逮的胡信嫌犯公称 他和另外一位情姓男子为了买毒养手下小弟 连偷了好几家饮料店的封口机 在低价变卖给资源回收厂来换现金 警局里将近20台封口机 全是远近从资源回收厂查扣而来 根据警方调查 胡信嫌犯和李一鸣同伙 为了买毒给手下小弟到饮料店投封口机 低价便卖给资源回收厂 本次查过这些器具 新的都在目前的价值 都一万到零万左右 那当时他们卖的时候 一张务来卖的时候是2000块到3000块左右 封口机可以说是饮料店的维生器具 没了封口机店家就无法做生意 一家果汁店老板娘6月底被偷了三台封口机 因为担心又被偷 干脆每天把20公斤重的封口机搬回家 那时候我就开始就买新的就搬回家了 然后很中我一个女人每天都还要搬出来搬回家很累 因为如果被偷了就会没有减满 因为我做那个也是小生意而已 封口机大道终于落网 也让附近的饮料店松了一口气 林安保刘新军高雄报道 林安保刘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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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安保刘新军